先說創科 收市之後會公佈的 彭波綜合大行的預測 去年的純利超過10億美金 會升3.6 賺得多 是否公司派多一點 都是一個合理的預期 尤其是近年公司的業務都挺穩定的增長 而公司都很配合業績的上升 派息比率近兩年都調升到大約四成 如果業績好 派息又理想的 是否都是一個挺合理的預期 我相信市場都是這樣看創科這次的業績 市場都預計有超過三成的一個盈利增長 這裏過去的經驗來說 見到創科每次都交到功課 我想去年那個業績其實都應該是可以做得到 所以變成大家都會繼續預期牌息方面 維持每股派息都可以持續增長 因為我們見到過去這幾年 三四年起碼 都見到每股派息都有所上升 而中期見到派息那方面都有一個明顯的升幅 那末期息那方面可能都是會是這樣 而令到全年的每股派息都可以維持一個增長 這個都是一個相當合理的預期 我相信投資者都是這樣看 但是它在業績之前的股價就很明顯地受壓 你之前的高位175元 現在下來是125元 調整幅度都很大 如果說業績都可能繼續是好 但是看見就算派息增加也好 現在的息率其實都是一厘鬆一點 是不是那個息口 如果派息比率真的多一點 是可以托回股價 還是其實有其他因素令它調整得那麼多呢 我想先看股價調整那方面 最主要市場都是擔心 它的供應鏈 或者原材料 控制成本那方面 那個情況可能是比較弱的 或者比較差 所以變成毛利率那方面 是否會受壓 因為過去我們看創科的業績 往往的焦點都是放在毛利率 可以持續都是狂闊的 因為它有很多新的產品推出 可以令到那個售價方面 平均售價方面是上升 從而推高那個毛利率 但是去年 特別是下半年的時候 開始可能通脹壓力都很大 原材料 或者供應鏈那方面的問題 都是困擾著製造業的 而創科也都有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市場來說 都是有一點點疑慮 或者擔心毛利率的穩定性 可不可以維持 所以這裏要留意 我想業績的時候 大家會在看這一方面的一個狀況 是怎樣發展 特別是毛利率那邊 要進一步 從中之間的時間 我們錄的時間 有時間為很重要 在一個座位的時間 在最終的時間 這個時間 會永遠遠是 會永遠的 在座位的種方式 那麼大家